这一支影片我要讲我最近最期待的一个东西啊 哇我真的太兴奋 兴奋但要模糊了你知道吗 微软Microsoft才刚刚发表 它的人工智能Copilot 这即将剧烈改变你跟我的人生 今天这一支懒人包你看完 希望你也会跟我一样非常的嗨 哈喽我是Bonnie 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 由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的邦尼区块链影片 VPN跟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一样啊 都是很强的科技 我个人认为呢 VPN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阻挡恶意的软件嘛 尤其是如果你又有资产在网路上面交易的人啊 更需要务必留意 不管你是用你自己的网路还是公共网路 都有被骇客攻击的危险 那怎么办呢 简单打开Surfshark VPN 什么广告啊跟踪器恶意钓鱼软体 通通帮你挡掉啦 连Surfshark自己内部都不会搜紧你的资料 它还能让你跨过影音平台的地区限制 你就可以观看其他地区专属的影音内容 它还可以让你在网购的时候呢 享受到其他国家才有的优惠 同一个Surfshark帐号可以用在无限个装置上啊 Android iOS都可以用 它还有24小时的客服 有问题直接找客服问啦 专属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 现在呢你输入优惠码 Bonnie就可以获得17折的优惠 买两年的方案又多送三个月 还有30天不满意退费 OK 微软在3月16号开了一个发表会 主题叫做The Future of Work with AI 这主要呢就是公告一个 他们自己的AI机器人啊 Microsoft Copilot 这真的不得了啦 因为这发表会呢 开完全世界都震惊啦 我会把发表会完整的原影片放在资讯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这一支懒人包整理 你看完你还可以去看一个完整版啦 但基本上呢 我们这支攻略影片看完 应该就是都懂了 OK 期待的人呢 就帮我这支影片按个赞啦 这样我就会知道呢 你也喜欢这样的整理分享 这场发表会呢 是微软的执行长Satia最先出现啦 他说呢今天开始是 人类跟电脑互动的历史新篇章啦 微软呢已经翻到下一页啦 他先是讲了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AI 比如说我们在YouTube上面看影片的演算法 YouTube在你看完影片之后呢 他要推荐哪一部影片当你的下一支骗子呢 或者是我们看过的网站 广告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购物网站是不是都会在你结账的时候 多跳一个东西出来 推荐你说这些东西也可以一起买 这些呢 他说是这个时代的AI 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AI存在啊 因为说真的啊 这些功能对我们用户来说啊 好处根本没那么多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也不在乎啊 Sacha把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AI 叫做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啊 我们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是呢他说接下来的AI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他是要用用户的角度来出发了 所以呢微软把它叫做copilot 也就是副驾驶 名字取得不错对不对 概念很棒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你跟我就是正驾驶啦 下个世代的AI 当你的助手 就会当你的副驾驶 我把这一段的总结呢 是他说他要帮你找回工作的快乐 那些繁杂啦 琐碎啊 讨厌的事情 让你的副驾驶来帮你做吧 再来了 商业应用副总 Jarrett接棒 他先是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FROM AN EARLY AGE WE'RE ASKED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UP OUR ANSWER IS A REFLECTION OF WHAT EXCITES US AND THE VALUE THAT WE SEEK TO BRING TO THE WORLD EVEN AT A YOUNG ARGE WE KNOW WORK IS MEANT TO BE MORE THAN JUST A JOB NURSES ARE CALLED TO CARE FOR PEOPLE SCIENTISTS TO MAKE A NEW DISCOVERY ARTISTS TO CREATE SOMETHING BRAND NEW AT ITS BEST WORK NOT ONLY FEEDS OUR FAMILIES IT FEEDS OUR SOULS BUT TODAY THE REALITY OFTEN FALLS SHORT OF THAT PROMISE WE SPEND TOO MUCH TIME I'm consumed by the drudgery of work, on tasks that zap our time, creativity and energy. We become separated from the soul of our work. 他說呢,你的潛能绝对不止现在这样, 准备大爆发吧! 微软copilot,他其实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chatbot,聊天机器人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要来跟你闲聊的啊,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能力很强的这个秘书机器人好了, 他可以听得懂你给他的工作指令, 而且呢,他可以瞬间帮你完成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这里说了,他把Large Language Models, 巨型语言模型,LLMS, 结合你在微软所有的这个应用程式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你的电子邮件啊,日历啊,聊天室啊,文件啊, 你出席过的视讯会议跟你的通讯录, 再加上他们所有的应用程式, 比如说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Teams,OneNote, 全部连结在一起, 另外呢,他们又发表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Business Chat,商务聊天啊, 这个也会跟其他应用程式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机器人一个跨应用程式的指令, 这个指令呢,就是你平常讲话的状态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现在讲话的状态啊, 全球最厉害的生产工具嘛, 你的说法跟打出来的文字, 比如说你有即将要来的会议, 可以跟他说,帮我把即将到来的会议做好准备, AI就会帮你生成啦, 以下就是一些即将到来的会议要准备的一些主题啦, 像是项目的最新进度, 各种update都会跟你说, 你也可以跟他说帮我写一个咖啡AI产品公告草稿, 然后他就这样帮你写好啦, 而且是一项一项帮你分别列出来啊,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编辑, 修改, 或者是直接存起来, 这就代表你再也不用坐在空白页面, 前面发愁发呆, 写不出东西啦, 在word文件里面呢, 你可以要机器人比如说自动创造内容, 帮你总结重点, 比如说你可以跟聊天机器人说, 你帮我写一个我要给我弟的这个生日卡片, 里面加一个笑话, Copilot就会帮你写出一个生日卡片的内容啦, 当然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叫他重写啊, 比如说我觉得笑话不好笑, 请你重写一个, 没问题他立刻重写, 你也可以叫他帮你写工作的文案,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叫他总结一段文章的重点, 你还可以在这个聊天室贴一个文章之后跟他说, 你帮我总结这篇文章的三大重点, 这样你如果遇到比如说很长的文章, 你又懒得看, 没时间看, 你就可以直接看重点, 多省时间啊, 你可以叫他做一个新闻发布会, 10页的PowerPoint简报, 然后他就会生成, 马上就做出简报啦, 哇哇哇, 这太爽了吧, 我认真觉得这个功能哦, 真的是你要传给你们学校的同学看啊, 因为呢, 我们上课上得要死, 什么莫名其妙的报告都要什么, 熬夜赶工作PPT, 还分工有没有, 哎, 你做第一题的简报, 我做第二题, 然后排版字体大小, 我们排半天, 结果还有猪队友睡过头, 根本没有做, 然后你为了不开天窗, 就自己熬夜赶工, 帮人家擦屁股, 然后你累得半死, 心情还很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现在开始呢, 你全部给机器人做啦, 每天小组和乐融融的, 这会被太令人开心啦, 另外呢, 我每一次简报之前, 一定会在镜子前面练习, 或者是我会用镜头录自己, 看我自己自不自然, Copilot它可以帮你整理一个, 有点像手卡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说, 你讲到哪里要停顿一下, 然后你哪里要用什么连接词, 哪里要加强语气, 这样可以让你模拟真正的简报状况,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接下来这个功能我更要下跪啦, 它直接帮我做我最讨厌做的事情, Copilot分析数据中, 你可以问它基于我给你的数据, 这一季度公司哪些产品最赚钱呢, 它就有分析啦, 然后直接哦, 直接可以帮你画图啊, 这合理嘛, 重点是呢, 它做完报表之后还会帮你分析, 说你需要检查这个周围的市场结果, 你开始请Copilot去检查数据, 给你三个键流程, 在一秒钟, 你需要什么需要, 你请Copilot去观察, 这段时间的距离下跌, Copilot加一点色, 让问题上升上桌, 现在, 你想深入, 进入更深入, 然后问一个追踪的问题, Copilot不仅仅会答应你的问题, 它制作一个简单的模特性, 它甚至会问你,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 在一步步步的解决, 最后, 你能问它制作一个模特性的模特性, Copilot把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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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里面提到的重要风险, 你看到重点了吧, 就是你可以要机器人, 把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也就是PowerPoint的讯息, 直接跟你现在要的东西, 整合起来, 微软的电子邮件程式, 叫做Outlook, 机器人呢, 除了可以用你想要的口文语气, 帮你瞬间写好一封信, 不管你是要非常专业的用字潜词啦, 还是说你想要非常chill, 非常轻松的用词, 你都可以直接跟他说, 他还可以把其他人寄给你的信呢, 整理成重点, 节省你的时间, 或者是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写的文章, 你叫他copy你文章的语气, 如果你参与一个视讯会议, 但是你迟到了, 他可以帮你把会议的重点都列出来, 机器人他在扫描会议记录之后呢, 列出上面就是你错过的这一部分, 非常贴心, 这里就真的很强啦, 大家在视讯会议软体里面讨论的东西呢, 机器人他直接帮你用文字记录下来, 想一想你就会觉得, 天哪, 这机器人的理解程度太猛了吧, 是不是比你公司很多其他人都还要猛, 你可以跟机器人说, 总结会议的重点, 或者是说呢, 你刚去上厕所, 然后错过了比如说Bonnie的发言啊, 你就可以跟机器人说, 哎, 啊刚刚Bonnie讲了什么啊, 你帮我总结一下咧, 不然呢, 你可以在开会之前, 先把讨论的主题全部贴给机器人, 会议的最尾声对不对, 你可以问机器人, 确定一下说, 哎, 我们该讨论的议题全部都讨论了吗, 我们有漏掉哪一点呢, 最后我们刚刚说过, PowerPoint啊, 图表啊, 全部都可以按一下直接生成哦, 以下呢, 这些是你可以叫机器人帮你完成的工作, 你可以问他哪一些产品最赚钱啊, 帮我写一个预算提案吧, 做一个时间表, 或是订一个流程, 我们的产品跟竞争对手的产品比起来怎么样, 还是人家对我们的东西评价怎么样啊, 写一个Soar强弱分析吧, 或者是列出增加我们粉丝的方法, 这些他全部都能包办, 而且很多都是大部分人讨厌做的事情, 对吧,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最讨厌做微软, 哪一个应用程式的哪一部分呢, 有一些人是Excel, 有一些人是PowerPoint, 我个人应该是Excel, What if the tools could learn how you work,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CoPilot unlocks all the richness of these app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Let's start with a real-life example, like a high school graduation. My daughter recently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o this is really top of mind for me. Let's say I want to throw her an amazing graduation party. To start, I need to send an invitation to family and friends, so let's put CoPilot to work. With a few simple prompts, CoPilot understands everything it needs to know to generate a great first draft of the invitation. It's even able to pull in details about the venue from an email I received last week. With that done, this is my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loving, and let's be honest, a little embarrassing slideshow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I kick things off with CoPilot, providing a little information to get started. I add some details about my daughter. I can also change the style so it creates something fun and festive. And CoPilot goes to work, finding the right words and searching my OneDrive for the best photos. In seconds, CoPilot generates a beautiful presentation. 这就呼应到我们前面提到了 基本上从零开始的工作 让AI帮你做 你最终有决定权啊 你可以决定最终的版本 你可以叫它一直改啊 最棒的是你怎么叫它改 它都不会生气 没有脾气的 刚刚我们讨论所有的功能 都已经开发好了 微软现在呢 它给很多家他们自己的客户 来进行测试 预计是会在未来几个月 正式跟你我见面 只能说非常非常的期待好不好 这一种方式 完全颠覆我们从小学习 这个制作文件的方式啊 我最受不了的这些繁杂的东西 居然变得这么容易啊 这么好玩的感觉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重新问一下自己了 问问自己说 我会的技能是不是很快就会被取代了呢 那我做得到什么 AI做不到的事情呢 如果这种比较精准的计算 数学对AI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东西 那不能取代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开放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呢 你会觉得微软 AI co-pilot的出现 会不会危机到你现在的工作呢 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一下 你如果觉得会危机到的话 就打一 不会危机到你的工作 反而会帮助到的打二 如果你是一个I don't care的人 我只想要躺平不工作的人 就直接打躺平 好吗 我想要知道很好奇大家对于 AI出现的这个情绪的反应 另外呢 如果你愿意在留言区分享 你看完这一支影片的第一个感受 我真的会很开心啊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天哪这太夸张了 还是你觉得 诶我早就预料到这种科技 本来就会很快出现了 你们到底在惊讶什么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AI出来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进展的很快嘛 所以没几天就有更强的版本出现 对不对 很快 最占优势的人 其实是拥抱这些很厉害的工具 然后接纳这种快速改变的人 你如果真的很认真去学会AI 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帮助你 你还是会走在大家前面 这是我觉得必然的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再一次谢谢 Surfshark VPN赞助这一支的影片了 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